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五六月梅雨季下个不停啊 造成苗栗县许多农作物都出现灾情了 其中呢南庄乡田市受损大约八成 经过相关单位来现开 灾损面积达到天然灾害救助不要准 而农委会公告办理现金救助 农民即日起到八月一号 可到乡公所来提出申请 受到六月上旬引语影响 南庄乡农产主力之一的田市 严重落花入果 石壁入场部落两大产区 不少农民几乎挂临 经农会向公所汇诊资料 报县政府农改厂等单位现开确认 农委会日前公告以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 即日起受理现金救助 是从七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一号 到公所来申请 我们就是请我们的田市农 能够携带他们的土地权状 还有身份证以及印章到公所来申请 然后假日公所也是有来 同仁也是有来上班 大家也是可以来申请 救助额度每公顷十万元 每分地一万元 损害率皆达百分之二十 予以补助 南庄乡公所提醒符合对象之农友 备妥相关文件尽速至农官客提出申请 因为二十二号礼拜五嘛 然后二十三二十四是假日 可能是有一些乡亲不知道 或者是所以大家申请的比例还不是很高 所以呼吁大家 赶快来在期限之内申请 因为每公顷有十万元的补助 就是希望我们的乡亲田市农 能够在7月22号到8月1号 能够尽快的来申请 今年南庄田市灾损约八成 可说是近年来最惨的状况 如今政府实质保障农业损失 农友得把握申请期限 8月1号前 相公所假日均照常受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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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